现在的游戏画面越来越好 但是为什么没有以前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呢 你看我买了PS5又开了二档会员 还充了XTPU 基本上这两年的3A大作我都尽收眼底了 可是怎么都玩不进去呢 是游戏性越来越差 开发商跟风严重 还是玩家们审美疲劳电子扬尾呢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我记得小时候 在我的软膜硬炮的攻势下 我爸从北京给我烧毁了一盘三合一的卡带 里面有一个人间兵器 这款游戏撑满了我整个暑假 还有一年暑假 我用我的76合一那盘卡带 和同学换了一个8合一 他那盘卡带里面有一个赤色要塞 那年整个暑假 我单枪匹马不知道通了多少次 还有一年寒假 我用十几张软盘 从同学的486电脑里 用ARJ压缩命令 拷贝了一套仙剑七侠传 我整整玩了一个寒假 但是没打通 还有主题医院 红色警报 Quake 3 12人街霸 水上浑豆罗 双结龙 逆转裁判 等等等等 这些游戏 这些游戏几乎占据了我整个青春时光 而且都是美好的 可惜那时候游戏还没有时间累计功能 如果有 我的游戏时间一定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 现在我每周如果能有连续两个小时的时间 空间和精力 那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我还记得在两年前死亡搁浅刚发布那会儿 网上都说好 我也准备试试 正好赶上一个周六下午 老婆带孩子去课外班了 时间空间都有了 当时呢我有几个选择 这个下午我可以玩游戏 也可以用来补教休息 也可以用来加班工作 还可以用来锻炼身体 最后我选择了玩游戏 但是玩的时间不长 也就过了新手村 正准备长途跋涉 我就不想玩了 虽然这款游戏的画面不错 也挺好玩 但是我的精力不足了 头晕眼花 腰酸背疼 该出去活动活动了 晒着太阳 小时候玩游戏 一打打一天 除了吃饭睡觉都在打游戏 那为什么现在打游戏 变成这个熊样了呢 其实也不是一下子就这样的 我记得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花了两千多块钱 买了一个港版的PS2 配合当时最好的植物芯片 而且还有双手柄 记忆卡 那个时候游戏都是地位地的 5块钱一张 我估计我得买了一二百张盘 几乎把PS2的那些名作都买了 像极了现在的索尼二档会员 可是真正通关的游戏也就十几个 绝大部分都玩了一个开头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房子 不用还贷款 但是得交房租 也没有车 也没结婚 更没有孩子 是一名老老实实的上班族 上班单程就得需要两个小时 一到周末哪都懒得去 就想睡觉休息 这一晃20多年过去了 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问题 我感觉玩不进去游戏的主要原因就是 没时间 没精力 没空间 被迫要做的事太多 我们假设一下 如果你现在没有房贷 没有欠款 工作也没有压力 每个月还能有几万块钱进账 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自由支配 你还会电子扬尾吗 还会玩不进去吗 我们好像一只蒲公英 小的时候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 除了学习就是玩 那蒲公英长大了 要离开妈妈 飞到很远的地方 要自己面对风雨 我们也是 长大成家立业 玩游戏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所以就不要贪图 还要找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 不有那么句话吗 重温旧梦就等于破坏旧梦 其实美好的回忆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现在想想小时候美好的童年 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这类怀旧感悟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 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